現在示範簡單染腎 簡單染腎呢,教科書有提到說 它可以把微生物的外型做一個簡易的區隔 這個是一個真實的樣品 是阿遠從弱菌素測試裡面收取很多個Single colony 然後把它混勻之後 理想上應該會有不少種微生物 包括酵母菌在內 現在做一個示範 為了實驗的方便 我一次做三個,然後用三種顏色 各位同學在做的時候,其實可以只做一個就好了 我一次做三個 現在示範懶人法 阿遠把叫做懶人法 放上去之後呢 接下來放上 蓋波片 蓋波片在放的時候呢 以前住家都會叫我們一隻手頂住 慢慢慢慢的放下去 這樣可以減少氣泡的產生 各位很懷疑說 這樣沒有染色可以嗎? 沒關係 稍後看阿遠的懶人法 好 現在呢,示範這個 這個用眼藥群瓶子裝的 這個是 Methylene Blue 這個是牙甲吸激藍 我們一點點從 交界處 它慢慢的會染進去 各位手上都有擦手巾 可以使用擦手巾 把多餘的染料洗掉 對不起,是吸掉不是洗掉 好 這是懶人法 等一下呢 因為剛好這樣有分界點的時候呢 我們會來觀察一下它的差別在哪裡 好,接下來 第二個 我們可以用紅色的染料 每組桌上都會有一瓶 紅色染料 一樣,吸一點點就好 好,不需要太多 再交界處 好,讓它滲透一下 我再洗好了 第三個我們可以用 我們的Crystal Violin 結晶紙 再交界處 好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擦手指 可以試一小塊 藍色的 吸一下 好 紅色的 好,其實 阿遠喜歡這種懶人法的原因在哪邊 這邊有紅色跟非紅色交界處的時候 其實可以做一個比較 好 再來是 紫色的染料 好 稍後我們就來看顯微鏡 看他們的樣子